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带着大家简单测试了一下我们的数值类型 又学到了我们的这个无符号通过Unsend 包括的灵天冲ZeroFuel这样两个字端属性 那这节课呢我们接着来往下测试 来测试一下我们的字符串儿类型中的前两种 一个是X一个是VX 那首先来看一下 X叫做我们的定长字符串 VX叫做变长字符串 那这个M呢 括号中的M代表的是我们字符的存储的字符数 那当你写上一个X5的时候呢 它代表占用5个字节 那我们定长字符串的存储范围呢 是0到255个字符 而VX呢代表的是变长字符串 同样的它的存储范围比定长要大 0到6535个 但是呢它占用的大小呢 是根据我们的这个存储的字符串的长度 加1 这是它占用的大小 那定长和变长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定长 假如说你规定好了 不管你存一个字符 我占用的也是5个字节的大小 你存5个字符 我占用的也是5个字符的一个大小 它的占用大小已经固定了 而变长呢 会根据你实际存储的内容 来决定我所占用的大小 所以说定长字符串 它占用的空间大 但是呢 速度 速度也比较快 那变长字符串呢 它占用的空间小 速度也跟着慢 就看你是希望拿时间换空间 还是拿空间换时间 这个呢 也涉及到以后我们优化时 会考虑的一个问题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X和VX 首先我们在这来创建一个表 Create 测试 X和VX Create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写成一个 Test 5 接着来一个 St1 写成一个 X 定长的5 再来一个 St2 VX 也是5 接着我们向这个表中 插入几条记录 Insert一个表明 Test5 Values 写成第一个值 写成一个1 这是可以的 把这个都复制一下 好 你看到成功了 查询一下 Select信号 From Test5 1和1 这两个值都满足我的要求 当我的长度如果超了的话 你再来看 2345 2345 这是正合适的 好 再查询一下 Select信号 From Test5 12345 没问题 当你说我写成一个123456 这时候你感觉 是不是超过了它的存储范围 还能成功吗 这时候就不能了 你回车 Date to long for column St2 超过了我的存储范围 那接着还需要注意 我们再来写一个 插入一个空次辅串 这叫错空次辅串 同样的也可以 那接着呢 我们X类型 在保存数据的时候呢 它后面的空格会被去掉 而VX不会 接着你再来看 我写上一个1 1 后面放了一个空格 两个空格 那在这呢 也是一个1 一个空格 两个空格 首先呢 这是都可以成功的 你看到成功了 成功的时候 我来查询一下 这样来看 你看不出来效果 我在这呢 先简单用到一下 我们后面的函数 concact一下 查询一下str1 拼上一个杠 这是一个连接函数 比较简单 concact一下str2 在查询之后的内容 后面拼上一个杠 看一下到底是否有空格 from我们的test5 那首先你来看一下 xr呢 不保存后面的空格 因为你插入值的时候 他们两个都有两个空格 而在你查询出来数据的时候呢 xr后面的空格 默认被去掉了 而Vx呢 你看到 这两个空格是没有给你去掉的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是次负串末尾的空格 那接着呢 我们在次负串的开始 我们来两个空格 你试验一下 接生一个 a 一个 两个 一个 两个 再插入 成功 那接着我们再来拼一下 把它俩调换一下顺序 看一下 放在次负串开始的空格 它会给你去掉吗 还是会给你留下 来 逗号 str2 你看到 开始的空格 是不是不会被去掉啊 不管是x也好 Vx也好 都会被留下 在这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个啊 Vx这 你看到 都会被留下 没问题 这是我们开始的空格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再来插入一个中文 记住啊 在5点 6之前 5.6之前 像5.5的版本 你插入中文的时候 需要临时转换 我们客户端的编码方式 需要set names gbk 那现在你来看 在5.6的时候 只要我们编码方式 统一的情况下 你插入中文 不会出现乱码 你也不用临时转换 这一点 给大家纠正一下 那简单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测试 来 写成一个中文 啊 啊 这叫做一个字符 因为它编码方式统一 这叫做一个字符 select 信号 from test5 你看到成功 那接着呢 我们知道中文 在utf8下 占用的长度是 多长呀 是三个 你可以查询一下 select lens 也是用到一下 后面的函数 好 我们可以来一个 接着你看到 utf8下 占用的长度是三个 而在我们的这个 得到一下它的字符数的时候 插 lens 是得到字符数 这叫做一个字符 它和你写一个a 写一个e 是一样的效果 这是一个字符 所以说你在插入五个的时候 也是可以的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再来一个 mise 学院 好 这都是可以的 它就给你写了一个 12345 效果是一样的 你看到成功 查询一下select 新号 from test5 也不会出现乱码 因为我的编码方式 都是统一的 都是utf8 没有问题 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 这是我们的定长 和变长字符串 那接着呢 再往下 把这个 大家也一起跟着记一下 还有一个什么呢 text text呢 和text相关的 可能有tinytext text mediumtext longtext 这也是 当我们要存储 大量文本的时候 它只能存储 文本字符 那接着呢 你发现 text的大小呢 和我们的VX是一样的 那在这呢 比text要多的话 可以选用mediumtext longtext 像你要保存新闻内容啊 包括文章啊 你就可以选用 我们的这个text的类型 但是需要注意一点 text不能有默认值 那可能现在也没学到默认值呢 对吧 这一点需要记住 那在这呢 也看一下 它们三个来比 哪个速度更快 那在这给大家写了 它们存储和检索数据的方式都不一样 那数据检索的效率呢 我们的定长字符串 最快 但是呢 它占用的空间也越最大 而VX呢 第二 第三呢 才是我们的text 所以说为了考虑以后优化的内容 能不用text的时候 我们尽量不用 这一点需要注意 这也是它们三个的区别 那同样的简单 带你测试一下这个text相关的 就可以了 create table test6 str1 写成一个text 不能有默认值 好 粘贴 成功 查看一下表结构 test6 接着像这个表中 插入一点记录 insert test6 values 可以写值 随便写 这随便打的一点值 好 成功 查询一下select信号fromtest6 你看到 这是我们的值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这节课呢 主要是测试了一下 我们字符串 类型中的前三种 下来之后呢 大家按照我的测试 进行一个练习就可以 那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